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我封面 刚才拍的那个 这几个小柴犬很有意思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他们的祖孙三代 这是孙子 这个是爷爷 这个是他的爷爷大熊 这个是他的爸爸 就是大熊还有小丸子的儿子 一一 他的爸爸 这个毛色和他的妈妈搭配 春富丸搭配 毛色都没有一串大熊 都是比较这种这个黄黄的 一 一 他的爸爸这个毛量还有结构 还有头都是挺好看的 一 这个脸是不是超级大 刚满一岁 刚满一岁 他是去年10月6号生的 就是今年11月份 他的爸爸是刚刚满一岁 多一点点 然后他爸爸就属于那种 比较精致的啊 他脸比较精致 他爷爷的脸比较帅气 就是爷爷 他的爸爸 一 这是他的孙子 这四只小猪犬 这就是鲁蒜三代啊 还奇怪 这个犬舍这几年 把他大熊的孙子都给研究出来了 我觉得这四只小猪犬啊 出了这只说实话 这只长得是比较丑 除了他 还剩这个一公一母哈 应该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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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也会笑的 这个是小母狗 这个 这个好看 这个好看 还有这个 这个没有必定的 这个小公狗 都会笑 这小猪犬都是精致 因为大熊的孩子 全是还有大熊的孩子 就是他们的上一辈啊 大熊 跟夏福丸配的孩子都特别赤红 然后 他的儿子 生的孩子就比较黄了 就黄黄的 黄黄的 看 特别胖 小胖的 摇尾巴呢 过来 已经给他做完去虫了 再过个几天 给他做第一针疫苗吧 你看小狗刚拿出来啊 他就表现的很很胖 就是对外界都很陌生 你看再过十天十五天 哎呀你一放出来就满地跑了 就有很多这个客户 那个跟我聊天的时候 朋友跟我聊天的时候 小狗 刚拿出来怎么这么老实啊 是不是这个害怕 我说就是害怕 因为这个时候正处于啊 和人力比的话 正处于小孩 他刚到一个陌生的环境 他表现的害怕非常正常 你看拿出来几分钟 尾巴已经上扬 已经对外界产生兴趣了 他慢慢对外面的一些事物 已经熟悉一个过程啊 就是等到他再过十天 第二次拿出来的时候 就会满地跑了 很正常啊这小狗 没有说是哪一个小狗 你看三十多天 就会满地方跑了 不可能他太 这四只小狗才三十二天大了 瞎瞎太阳你看 他的毛又黄黄的 一点都不吃 这只 这只 比较精致啊 然后 可能朋友看有演员 我觉得这只 这只是显得很可爱 这只 这只就是 新家已经被预定了 这只 然后还有这三只 就是 前面拍人 害怕的 还大胆 打的比较大 摇尾巴你看 打的比较大 等到我看看 等到再过 再过一段时间 他这个脸上 这这这这这这 属于黑的这种 都会退成白的 因为他的妈妈 爸爸都是净脸 他爷爷是黄脸 他爸爸妈妈都是净脸 所以说 这四只小男狗 长大之后的脸 不是黑的 也不是黄的 就是白的 看看吧 小可爱 还剩两只好看的 这一只 说实话 比较丑 还剩两只好看的 有喜欢的朋友的话 可以 是不是 留一下 今天 我们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